哈囉大家好我是Arikan 大家好我是Shar 又到了中秋烤肉的季節 大家每次都不知道要烤什麼耶 烤香腸 玉米 烤肉夾吐司 就是每年都要這樣 不曉得每年都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決定 把我們以前烤肉會用好的東西 做一些創意的吃法 總先第一道是墨西哥烤玉米 需要的材料有 玉米 鹽 美乃滋 匈牙利紅椒粉 起司粉 首先把玉米加入鹽水中煮5分鐘 接下來我們就先把醬料來調製好 好 首先加入美乃滋 那這個量就是你們自己好好斟酌 然後加入匈牙利紅椒粉 攪拌均勻 我們的烤玉米醬就做好了 這很簡單啊 接下來呢就是把剛剛調好的醬 均勻的抹在你的玉米上面 可以啦 很均勻啦 怎麼樣 這樣可以來開烤囉 就把剛剛已經勾好醬的玉米 放在你的烤盤上面 對 我們現在就是替代就是平底鍋 喝喝喝喝 有了有了 恰恰 接下來就是均勻的在它表面 撒上大量的起司粉 起司控就是狂撒 第二道是啤酒蝦 需要的材料有蝦鹽啤酒 首先呢你只要把啤酒打開 讓啤酒在一個煮滾的狀況下 它還沒滾嗎 它這泡泡是什麼 這是啤酒的泡泡啊 你那還沒加熱怎麼會滾 哦 天啊 你還跟我說你會煮菜 什麼 幹嘛啦 理想出來就是你喝到一半的時候 直接直接開口 然後丟進去直接煮 然後在它煮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你就帥氣的撒上鹽巴調味 第三道是蜜糖香蕉烤吐司 需要的材料有吐司 香蕉 糖 奶油 在你的鋁箔紙上面放上大量的奶油 放上你的吐司 讓吐司都沾到奶油 有沒有 我就是沾到奶油了 很香啊 旁邊再多放一塊奶油 然後把香蕉直接澆進去 你這個糖呢 你就直接撒在吐司跟香蕉上面 等到你的香蕉已經烤成這樣 焦焦黃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那個吐司上面 快點我們來試吃 不然怕我的玉米會冷掉 這個玉米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道 好好吃啊 大力也成這樣 你如果喜歡香菜 你外面還可以再撒一層香菜 脆巴西粒吧 差不多啦 就綠綠也這樣子 香菜很苔耶 辣椒粉應該多一點 如果你愛吃辣就可能就買辣椒粉 不用買熊加粒紅椒粉 真的很辣味 美乃汁的味道非常的讚 酸酸甜甜的 這個比你們一般烤肉的時候吃烤玉米 開心多了吧 我好不想放下它 你好浪費喔 我沒有盤子 我沒有盤子耶 皮球蝦可能就是好燙 一定會喝啤酒嘛 喝到剩一半的時候把它剪開 蝦就丟進去撒一點鹽拿去烤 它就可以好吃了 你上面要再鋪一層鋁箔子 把它拿來燜 現在要喝它的湯 嗚呼 怎麼樣的口味道 蝦味很重耶 我第一次吃到妹子 還要把它做給我的時候 我經過一千年 畢竟你直接放在烤爐上烤 好吃一百倍 直接把它拿烤爐上烤 很容易就乾掉 是啤酒的關係嗎 讓它變得高級 它變得好鮮美喔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是用很便宜的蝦子 如果你要好一點的蝦豬 這個 真的好特別喔 我每一道都不想吃一下 大家中秋烤肉一定要吃這一道 而且你們買那麼多酒一定喝不完嘛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用大觀一點的啤酒 然後長一點 喔 就可以豬肉肉 你好聰明 麵糖香蕉烤底水 這其實是我自己發明的 好會切喔 先切來 好香喔 飯後甜點 我放香蕉直接奶油跟糖也很好吃 所以我以前很胖就是這樣 我以前很胖嗎 它不會有問題吧 很好吃啊 但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忘記用無鹽奶油 可是我覺得還OK 鹹甜鹹甜 我覺得要有點鹽 喔 我真的很驚慨 不過很強 我是不是三道都很成功嗎 嗯 很成功啊 好扯喔 而且都很簡單 這次我真的選不出來我最喜歡吃哪一道 因為我覺得我三道的雞推 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看十遍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那如果有試創意烤肉的話 記得拍照留言給我們看 耶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